各地都傳出了零星的災情 昨天這場地震 全台灣的民眾都感受到了 有些人是在用餐逛街 有些人甚至是在看電影的民眾 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陣搖晃給嚇到了 不過有人非常地冷靜 但是我們也看到了民眾是被嚇得花容失色 地震來襲全台有感 正在台北101逛街的民眾 感覺也格外強烈 很晃然後大家都在叫 我看到燈在晃 然後就是鎮定住 然後就是站著 然後不要動這樣 感覺快垮了 整棟大都快垮了那種感覺 還有全家大小 趁著假日來看電影 卻碰上地震來腳局 有人直呼 明明是3D電影 卻變成像在看4D 頭都快暈了 當時就是戲院裡面有一些搖晃 對 但是沒有搖得很厲害 大家會不會很緊張 有一點害怕 開開心心來用餐的民眾 遇上地牛翻身 一陣天搖地動 也紛紛嚇得 多門而出 正在行駛中的高鐵 也受到影響 六班車次因此暫停 導致後續列車的出發時間 統統延後 民眾叫鼓連天 卻礙於地震 屬於天然災害 無法向高鐵求償 這是天然的災害 所以那個 里克如果不搭乘的時候 他選擇不搭乘 我們就全都退票 那如果他要搭乘的話 我們基本上是天災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不賠 不賠償的 鏡頭轉到災情 較嚴重的中部 嘉義市政府滿地的碎片 全因天花板管線 不堪強震拉扯 大量漏水 也讓市府內的電梯 直接下起小雨 好在這次的地震 各地都只傳出 零星災情 不過為了安全 民眾還是要做好 防災準備 油電TV綜合報導